再次 好 那麼德國總理 你不說他在算 蕭芝訪問中國道路前夕寫文章 他說德國關注台海要奉行一中政策 奉行一中政策 那麼今天帥團去大陸訪問 而且很多企業家跟隨 他說大陸專家是說 德國主要在釋放 加強經貿合作的訊號 都是為了經貿 另外他到了北京 會會見習近平 也會會見李克強 不過李克強可能 很快就卸任總理了 另外主要是大切的老闆 都陪著蕭芝去 主要看好中國的商機 蕭芝原來是很反中的 他是反中大將 可是為了德國的經濟 個人的政治立場當然是重要了 但是可能要為了 整個德國的大局 他說不會忽視中德雙邊的爭議 我不會為了商業就牺牲了 德國的某種爭議跟大陸的 另外歐盟也很警告他 歐盟說你要小心 大陸很可怕 蕭芝也說對 我會注意 你們的關切我會放在心裡 但是他在訪北京之前有記者會 他說我們不想跟中國脫鉤 就是全世界已經是個地球村 你怎麼脫鉤 沒有辦法脫鉤 好 那麼他說 謝志偉說 絕對不是改變現狀 等等 絕對不是 因為謝志偉我們助德代表 他們一定不希望看到蕭芝去 中國大陸訪問 我們看一下相關的新聞 軍旅迎接 坦尚尼亞總統訪問中國大陸 習近平的外交秀 國際更關注的是他 德國總理蕭芝的直升機 降落機場換搭出訪專機 在四號上午抵達北京 拜會習近平 由一張出訪備受批評 蕭芝行前特地投書媒體 稱中國大陸還是德國跟歐洲的 重要經濟夥伴 蕭芝房金帶了至少十二名 得償代表 金融方面有德意志銀行 製造業 西門子運動品牌 adidas 汽車工業 Volkswagen 化工巴斯夫 醫藥生技Bair以及Biotech 被認為想說服北京批准BNT疫苗 路透指出 先前德國政府批准 陸資中原海運港口公司 入股漢堡港貨櫃碼頭 在美方強烈建議下 陸資持股占比從35% 降到24.9% 美方認為港口多數股權 留在德國非常重要 美方不應無端攻擊 更沒有資格插手干預 蕭芝成為疫情三年後 第一位放金的G7領頭人 快閃一日遊 以掀起美歐陣營 抗中尷尬角力 蕭芝去大陸訪問 其實秀齒在這個記者會裡頭 不但說我們不跟中國脫鉤 他還說脫鉤對德國不利 其實德國最近還把一個 晶圓廠賣給 晶片廠賣給中國 而且他最大的港口漢堡 港口還租給中資的公司 而只取得24.95%的股權 所以我覺得秀齒是很聰明的 因為此時 大家彼此都非常需要對方 所以我敢保證 他到了北京以後 所受到的待遇 一定是很讚 很優惠的 而且我不但說 我還可以預言 他去了以後沒有多久 馬克宏一定跟著來 因為這個俄烏戰爭以後 歐洲大國裡頭 其實德國跟法國受傷都很重 經濟蕭條 天然氣斷 還有通膨危害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中國跟德法兩國 雖然都在衰退 都有很無疑難以延先的痛苦 但是原因不一樣 但是彼此都痛苦的時候 其實說他們是南兄南弟 也不為過 所以這個時候你去了 他感到很溫暖 他現在很多人退出 不但只是台資外商外資 包括人才都退出中國大陸 但是退出以後 就形成一個真空 真空就是新的商機 就一批覺得這個生意不能做了 自然有新的人 新的人才 新的資本認為 你不能做的 我偏偏能夠做 所以就地補上去 老公不太需要擔心這個東西 你說台商跑掉的 一定有新一批的台商進去 所以這不用煩惱 所以我趁這個機會建議 我們國民黨的朋友 真的 11月26號投完票以後 你們就要馬上開始 對老公 不是只是論述 每天到晚都想說論述 想不出來 你們要開始行動 我認為國民黨應該做 跟民進黨不一樣的 而且讓台灣人民覺得說 這個好 答案是什麼 發動和平攻勢 國民黨就要向北京 發動和平攻勢 讓台灣人民都認為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好的 老公也對我們發動和平攻勢 只是他們的和平攻勢 是為了統一 你們應該為了不統一 而發動和平攻勢 好吧 除了德國 當然為什麼德國 他們是分析是說 老公現在是在拉攏周邊的 這些國家穩住歐盟 德國其實不算周邊 德國 歐盟有沒有很重要的國家 德國 法國 原來英國 英國離開了 除了這個以外 日本媒體說 日本跟中國打算安排岸田文雄 日本首相跟習近平 在11月中旬會談 馬上到了 現在已經11月上旬了 安排拜登跟習近平 安排一個在G20見面 安排了好久 過來過去 過來過去 布林肯跟王毅扯過來說 已經談兩次了 還要再談 他們這個好像立刻就要見 在11月中旬 看起來已經有一點眉目了 來 施保雄怎麼看 我們看到 展望明年的經濟 全世界都衰退的 總共大陸也衰退很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一個很重要很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美國過去發QE 錢放出來太多 結果現在開始收 拼命收 拼命收 前幾天又升三碼 今年已經升15碼了 一碼是多少 四碼一趴 等於這個升了3.75% 不得了 那麼我的朋友告訴我 洛杉磯的房貸現在是7% 百分之7 美國的公債 一年期的公債 二年期的公債 大概4.6 4.7左右 你就可以看到 我昨天就問了漾長從財 是吧 馬上要開會了 不是 他馬上要開會 可是問他說 這一次整個來講 全世界貨幣都扁 非美元都扁 日幣扁從今年到現在扁了30% 英鎊扁了15% 我們台幣扁了15% 這扁的後果是怎麼樣 想一想1997年 亞洲金融風暴是 泰國豬扁了一倍 扁了下來之後 引起亞洲金融風暴 這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現在大家都發現到說 然後俄羅斯戰爭打不完 兩死的危機 然後美國這樣子 一直收回來 一直收回來 我就問了楊金融一句話 楊總才一句話 我說這個整個這樣子 但是這個貨幣戰 是不是因為美國過去 錢印太多了 現在把它收回來 以林為貨 他居然說同意 他同意我的說法你知道嗎 就美金印太多了 現在開始了 你就發現到 美國印太多的鈔票 解決他的問題 可是他把問題 通通丟給其他人 現在其他的各國 包括德國 包括法國 包括中國大陸 通通受遭殃 這個時候大家就想到說 為了明年經濟 我要合作 合作怎麼樣 最大市場在中國大陸 最大工廠也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當然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 你可以看到日本要見面 我剛剛說到了 日幣扁了30% 你最近到日本去買東西 你覺得好便利 很多人去日本 回來都說好便利 整個來講的話 明年的經濟一般都看不好 所以更需要說大家怎麼樣 集體圍起來 其實他們這個做法 然後美是不高興的 然後美過去還反對 他們的中歐經貿協定 可是歐盟對大陸 他的一個貿易成長了22% 可以數字可以看得到 地球村的概念 主持人所提到 地球村的概念 那麼大家是彼此需要 但是他們又有意識形態 又要去反中 所以這裡面拿捏 有點像中國大陸跟台灣 我們經貿這麼依賴他 可是預設形態一直跟他對抗 非常像 前天美股大跌了 昨天還是跟著跌 為什麼 因為聯組會主席說了 他說我升息 慢慢會緩慢一點 你不要看我升息 要看我最後到什麼地步 會比你預期的更高 所以現在一般認為 最後要5% 甚至5.25% 現在才3.75% 還有得升了 所以沒有那麼快 所以為什麼大家對 明年的經濟都不看好 到底在這個地方 來 音響 其實我再修飾一下 他是說年底之前 應該就會達到5%以上 所以年底之前 其實只剩一個半月左右 一個半月他還要再升息 至少升個六 七 我看這次應該是 有史以來最快的一個升息作為 可是回到德國這一部分 因為我修飾一下 剛剛沈道老講到 馬克宏可能會跟進 我覺得馬克宏他應該會觀察 為什麼馬克宏會觀察 因為德國這次消息去 其實他國內爭議非常非常大 誰不支持 連他自己的外交部長都不支持 他自己的外交部長 是屬於不同政黨 是屬於綠黨 對於中國是持有比較強硬的立場 他甚至於在昨天的時間 還在跟布林肯開會 甚至於出席公開論壇 然後就講到說 我們現在是歐盟跟美國 在冷戰之後 冷戰以來最好最緊密的一個關係 在這種狀態下 你老闆去中國 然後結果你自己找去美國 然後你就跟他說 我們最近關係非常非常好 意思我覺得就是暗槓 他的這個總理 但是我講一下國內的氣氛 德國國內 德國最大報紙說 有58%的德國民眾 是認為德國應該對中國 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為什麼 因為認為說中國這幾年 經濟上的狀況 或者是他的人權上的一個破壞 趨緊張性的一個狀況 導致很多德國人對他反感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這些歐盟領袖 確實大家會很好奇 習近平第三任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有更經濟交流緊密的一個可能性 但是這個可能性 大家還是會稍微謹慎處理 就是因為他們國內的一個民眾的壓力 續續要再回來 賴清德到帛琉訪問 因為大家關切他2024會選舉 所以就問他 你不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嗎 到底怎樣 他說台獨有很多種定義 大陸的看法 美國的看法 台灣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他說 你的看法 他說台獨是指台灣不屬 中國的一部分 當然他提的滿複雜的 他講的說 不同的政黨有不同的聲音 中華民國是我們國的國民 中華民國台灣是對我們國的稱呼 國際社會也稱呼為中華民國台灣 要了解台獨的定義 台獨或台灣獨立 在日子時代就有了 一路都有228等等 所以他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大家把他的重點標出來 就是不屬於中國一部分 據叫做台獨 台獨是不是定義就是 只是不屬中國一部分 就叫台獨 他又去重複 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所以人家問他說 你是不是沒有微調你的 務實的台獨工作 他說是 沒微調 換句話他把他的務實的工作 解釋成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就叫做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大陸怎麼看 大陸的學者說 言語掩蓋不了台獨的本質 你嘴巴這樣講 不是了 不是 還是 大陸還認為你是 另外美國人是不是因此 就接受他的這樣看法 那台灣人 甚至北京方面 是不是接受這樣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 只要說到國民 賴清德都用中華民國台灣來稱呼 這是在預告未來 甚至2024兩岸關係 會延續總統路線嗎 當然是如此 因為蔡英文的總統 是民進黨的總統 她經過近六年的努力 用中華民國台灣 嘗試去凝聚國人的地方 也因此而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我們是應該要 在這個路徑上面 繼續努力 那是否也代表過去 所稱的台獨工作者有微調 台獨或者是兩個字 或是台灣獨立四個字 其實是指 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是台灣社會的共識 台灣的共識跟 中國的認知是不同 電秀 賴清德當時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在立院質詢說 他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但是我們都知道 其實民進黨常常 換了一個位置 換了一個腦袋 面對不同的角色 他常常說不同的話 但是他在帛琉說這句話 我覺得未來完全尊重 遵循蔡英文的兩岸路線 我就很好奇 這句話似曾相似 最近在二十大之後 大陸很多人都說 習近平未來遵循 習近平的兩岸路線 我才發現說 原來民進黨最友好的政黨 叫中國大陸那一黨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去想一想 到底什麼是 蔡英文的兩岸路線 蔡英文的兩岸路線 到底是什麼 是在選舉的時候 選情很緊張的時候 就喊抗中跑台 但是沒有選舉 或者是民進黨民調高的時候 他高度就出現 他就說我們兩岸需要對話 其實我覺得 都是選舉的戰術跟騙術 兩岸如果真的 誠如蔡英文之前講的 兩岸其實是同源同種 兩岸勢必要交流的話 那就應該想出一套真正 兩岸真正能夠對話的方法 跟方式 而不是在選舉的時候 選情危急的時候 喊抗中跑台 然後平常說我們要對話對話 但是對話的基礎是什麼 兩邊事實上是沒有信任的基礎 要如何去對話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但是我平常心講 現在賴清德講這個話 是因為他未來 可能2011 26之後 馬上總統的選舉 馬上就要上台了 民進黨內部也好 就有一番鬥爭在裡頭 賴清德真的能夠取得 蔡英文的信任嗎 他講說我尊重蔡英文 無論是兩岸路線或未來什麼事情 我都尊重蔡英文 但是從上一次總統 民進黨內部的初選 殺得刀刀劍骨 其實我對於蔡英文能夠 真的信任賴清德 我是有問號的 來 黃琳 我覺得看賴清德這件事情 最主要看什麼 看獨派的反應 賴清德是獨派的少主 獨派過去講說 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要獨立 結果你現在講說什麼 你現在說台獨是指 台灣不是大陸的一部分 可是你看獨派有哪一個人出來講話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什麼 誰好的 獨派為了什麼 說大家一定要這次 要把賴清德給撐上去 所以我們大家招惡護照 不要展現諸不團結的樣子 這是一種 第二種模式是什麼 第二種模式就是說 大家也很清楚你的個性 你現在就是為了選舉 要講這樣的話 可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今天兩岸的問題 已經成為美中之間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火藥庫 跟交叉點的時候 如果這個即將要去做選舉的 即將要選總統的這個候選人 他的人格跟他的人格特質 還有他的理念跟他的論述 如果是不完整 不清楚 不被人信任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是全世界的導火線 這是全世界的變數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今天 雖然拿這一句話 來作為他爭取總統的起手式 可是你看看獨派的動作 我會比較傾向是前面的 獨派現在全部被他說服了 就是為了要先拿到政權 然後再來看看未來能夠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你看獨派的觀察 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是一個設計好的橋段 大家真的要注意 真正的賴清德 他對兩岸論述 跟他對唐獨這件事情的 定義跟思維 他還是要講清楚說明白 其實我覺得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大家看到或是後面的台獨工作者 我看到的是務實的 這三個字 務實就是什麼 他就是很清楚知道 我什麼時候該講什麼話 如果他說我是真實的 我是誠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佩服他的勇氣 不過我必須這樣講 阿彌雅總統說 阿婆找櫃 他很清楚講到藍 意思是什麼 當他坐在那位置上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他要務實 不能講哪些話 所以他在做行政院長講的話 跟做台南市市長講的話 跟做立法院講的話 完全不一樣 今天他做副總統 他到了海外去的時候 他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他講給我們國內聽的 不是講給帛琉聽的 這個是為了是什麼 我們現在在新北 各位可以看到在選舉的帆布 賴清德的帆布 他不會輸給林佳龍 那個普遍的議員 都跟他搭在一起 這味道已經出來了 我們也聽到一句話講說 我們的副總統信賴 但不值得信賴 這個很吊詭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自己內部的選舉的 起跑也好 講說大家的起手是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必須這樣講 民進黨的初選我不關心 可是真的不要把台灣 給壓下去了 我覺得包括前面 我們在那謝大使在講 我們叫他謝大使 事實上他是謝代表 好 他在講了很多的事情 都在對內行銷 你就講中華民國就中華民國 我們國民就中華民國 你加一個定名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你就討到好處了嗎 其實沒有 相同的 如果說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你所謂的台獨 現況就是 現況就是 而且這是共識 你就不要再主張台獨了 為什麼 因為就像現在大家推 18歲公民權 各黨各派沒有一個人反對 可是我跟他們拿起麥克風來 把國民黨罵得七文八素的說 好像我們反對一樣 其實我覺得這不必要 所以今天我必須來講 常常在講聽到民黨說 台灣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我說講這句話人就不正常 因為你是一直在 在我們國內 騷動我們自己的情緒 好 如果定調是這樣 蔡歸賴誰 我認為這是他在 不要說討喜蔡英文 他跟蔡英文在書城 可是我必須再講句坦白話 民進黨的初選 在1.26之後 我認為又要一次血流成河 可是台灣不能夠血流成河 如果他們初選的選戰 將我們台灣兩岸的定位 國際的關係都壓述進去的話 為了要初選 很多的話都是務實的說法 但是不真實 不誠實的時候 這是我們所擔心的 所以我必須這樣講 賴副總統到了海外 就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很希望他在海外 所有的表現被全世界看到 但是真的不要用外交來做內政 甚至於用外交來做選舉 這是我很擔心的 我覺得我稍微修正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其實確實他的頭銜是大事 因為我們在我們的公共機構裡面 其實確實他是大事的頭銜 代表是因為德國 跟我們沒有外交關係 所以代表是對方撐的 並不是我們撐的 但另外一回事 其實在外觀的部分 我想中華民國 台灣 這是從馬英九時代 就已經有 我們在力排上 其實馬英九時代 就是中華民國跨胡台灣 因為對外其實很多人 確實中華民國會想中國 對不對 所以會跨胡台灣 這是過去行之多年的 但至於說我覺得賴清德的部分 其實我是覺得我自己過去跟他 有參與過一些拜訪 一些外交任務 我覺得他立場其實相當一致 第一點我覺得在立場上 對於中華民國的主權 對於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 我想他是相當的清楚 就是說今天我們能投票的是誰 就2300萬人住在台灣的人 對不對 所以主權在於台灣人 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上 他其實立場一直都很清楚 但第二點 我要講 在國際社會怎麼看待台灣 其實美國我認為 接下來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這條路是什麼 就叫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是什麼 今天你不要去冒進 你不要去今天 真的去得罪中國 得罪到今天一個戰爭發生 但是同時你還是要小心 你還是要謹慎 你還是要強化自己的國防 所以我覺得這也就是 民進黨正在做的事情 你看這幾年來 在主權議題上 在象徵議題上 其實民進黨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是我們自己國人會認為說 你得罪到中國 所以這是我覺得 當然有一些事情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避免 我的說這是國際情勢上的 一個狀況 但是從這個 我的說國營企業的改名 到修憲 到其他議題上 其實我想這部分民進黨政府 我向來是非常非常謹慎 但強化自我國防戰力 我想這也是全民的共識 這是跨政黨的共識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未來無論是民進黨 國民黨執政 我想這個路線 應該大家都會繼續遵守 我補充一下 你剛剛講的真好 選舉真好 選舉大概向中靠攏 你跟他講的話我都接受 但是我必須這樣講 你跟他講的話 真的是你內心裡面所想的嗎 台灣什麼時候我們去冒進了 像是美國在冒進 美國推著我們向前進 你要叫美國不要冒進 不是叫台灣不要冒進 你們四個人 你們四位其實都不對聽 你知道嗎 我本來只對三位 國民黨的公職人員 有一點失望 沒想到我們的口語歌 也跳進去了 你們四個人都自己在打自己 對台灣的未來 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必須講賴副總統 在帛琉對兩岸的論述 其實內容是舊的 但是我覺得他在口條上 他在論述上 他在講給一般老百姓聽的方面 有一點小小的進步 他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在講到底中方 台方 台方以民進黨生活為準 跟美方到底意見什麼地方 不一樣 中國的一中原則就是第二條 就第二點 就是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方是說我聽到了 Acknowledge 但是我不置可否 也沒有表態 台灣呢 台灣當然如果現在以 蔡總統的講法 就兩岸互布隸屬 好 重點在這裡 這個兩岸互布隸屬講了以後 台灣的民調 大概接近八成是同意的 所以這一點 你們要從這個觸發 當有80%的人 同意這個互布隸屬的論點以後 你們要反問習大大 在二十大的發言 你說我不承諾放棄武力 是針對外部勢力 還有針對少數的台獨分子 當有80%的人 同意兩岸互布隸屬的話 我們國民黨應該 不是我們國民黨 不包括我這一點 你們國民黨 就應該發動和平攻勢 要請教習大大 你的少數代表不代表 這80% 同意蔡總統講的互布隸屬 這部分 你要把這個難題丟回去 你看看習大大怎麼回應 習大大說你沒跟著跑的 這個說互布隸屬 這個不算 這個不算 只有賴清德跟蔡總統算 是這樣嗎 你們就有一個立足點 你們就有一個空間 你們就可以打了 你知道嗎 但是你們就是開始罵蔡英文 他開始護衛蔡英文 這樣子我們台灣不會進步 你們的目標 大家一起的目標 要找習大大的漏洞 來 習老兄 賴清德說他是台灣的 是台獨的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是我問的 你判定下來就是我問的 他在當行政院長 我問他出來 他說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本身就是台獨 那就是台獨 只差在於說 不敢法理台獨 這樣 所以他老是講過去的事情 我認為賴清德這次講的話 並沒有什麼進步的地方 只是老調從他再講一遍 他唯一的敢講比較清楚的是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句話講得要給誰聽 你說給老美聽嗎 老美承認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就是一起的 台灣跟中國大陸是一起的 德國蕭州剛剛討論的 也是一中政策 所以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到底賴清德講什麼 講什麼 我覺得他是呼應 李遠哲前一陣子的放炮 李遠哲記得 當2020的時候要選舉的時候 起大佬 民進黨起大佬 包括李遠哲 包括吳立培 但是報紙不要蔡英文 要賴清德 所以2024的奪敵之戰已經開始了 李遠哲放那一炮不是隨便放的 放那一炮開始賴清德開始接著講 可是賴清德也需要表面上知道 要得到蔡英文的支持 所以說他的四個堅持 他還是要 但是就本質上來看的話 他就是台獨 就是台獨 這個問題真的很麻煩 而且不是我們這樣講講 就能夠解決的 所以也說服不了誰 但是我認為賴清德講說 台獨就是台灣不屬於 中國的一部分 這不是台獨 這什麼叫台獨 你是亂定義它 一個國家的獨立 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原則 什麼叫獨立 今天如果愛爾蘭要獨立 或是夏威夷要獨立 或是不同的國家要獨立 它有它一定的原則 我不是它的一部分就叫獨立 有這樣定義的嗎 沒有這樣定義的 對不對 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是吧 中華民國不是只有台灣 中華民國還有台瓣金馬 現在至少還有澎湖金門馬祖 還是不是只有台灣 中華民國台瓣金馬 這是一種講法對不對 另外就是台灣是不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部分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所以把它講清楚 如果你今天賴清楚說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一部分 當然起碼80%的贊成 台灣是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你說不是嗎 是 怎麼不是 所以我覺得它在混 就是說它不能講它是台獨 但它又不能講它不是台獨 所以它就把民進黨原來的 已經偷天換日了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它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你中華民國 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它怎麼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怎麼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是說你是用這種 那是很多年前 民進黨就開始在轉換 它知道真的要宣布 在國際上宣布台灣獨立 不太可能 但是你又不能不給台獨知識的交代 就我們已經是獨立了 我們已經是獨立 我們名字叫中華民國 但真的這樣就叫台灣獨立了嗎 全是有這樣定義的嗎 對不對 從另外的角度看 現狀就是這樣子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說本來這樣就叫獨立了嗎 你自己硬要說這就是獨立 不是這樣子嗎 需要再回來 停 在雲 我們現在還是增加的 然後往下 跑去 從來 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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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去